題目出的是 Limit x 趨近於 4 然後這邊有個關鍵的地方 就是三四根號 x 加 4 那你怎麼想呢 這公式已經給你了 信息又是公式去做有理化的動作 就是 A 三方- B 三方等於 A 減 B 乘以 A 平方加 AB 加 B 平方 所以這個題目也是利用這個方式去做一個有理化的動作 所以等於 Limit x 趨近於 4 然後就 x 減 4 下面就等於 3 4 根號 x 加 4 減掉 2 乘上多少呢 來 你把這個地方想成這個地方 你把這個 你把它想成就是 A 把它想成是 B 所以 A 減 B 乘以什麼 應該乘以 A 平方加 AB 加 B 平方 所以乘統計乘上的是這個的平方 所以等於 3 4 根號 x 加 4 的平方 然後呢 加 AB 加 AB 加 AB 乘上 2 倍的 3 4 根號 x 加 4 再加 B 平方 4 然後上面呢 一樣是造超 3 4 根號 x 加 4 的 2 次方 加 2 倍的 3 4 根號 x 加 4 再加 4 再加 4 可以啦齁 然後接下來呢 A 就把它要乘開吧 就變成 1 米 乘 x 去進入一次 好 A 減 B 乘以 A 平方 加 AB 加 B 平方 不是變成 A 三方 減 B 三方嗎 所以變成 上面的部分就變成了 x 加 4 減掉 2 呃 對不起 減掉 8 減掉 8 才對 因為這個要變成 A 三方 減 B 三方 然後上面的話照超 這邊就變成 x 減 4 好 x 減 4 然後呢 乘上這個 3 4 根號 x 加 4 的 平方 加上 2 倍的 3 4 根號 x 加 4 再加 4 OK 好 然後結果你發現這個變種 其實這邊 這個 x 加 4 這減 8 不是變成 x 減 4 嗎 結果變成 x 減 4 跟 x 減 4 根號 可以怎麼樣 可以消掉 所以只剩上面這個地方而已 然後這邊就沒有問題了 你就把 4 帶進去算就算出來了 聽懂嗎 後來所以答案就變成了 3 4 根號 4 加 4 的 2 次方 加上 2 倍的 3 4 根號 4 加 4 再加 4 所以答案就多少 這個 4 加 4 是 8 吧 對不對 所以答案 8 的 2 次方的 3 4 根號 是多少 5 等於 4 嗎 對不對 這邊是 4 因為 8 8 64 啊 64 加上是等於 4 的 3 次方 那這邊呢也是一樣 兩倍的 3 4 根號 8 就是 2 2 2 的 4 再加 4 所以答案出來答案就有 12 沒有問題 有多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